1月3日 王大陆在电影怒潮记者会上 首次官宣新恋情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王大陆坦言已经和蔡卓仪分手 并且在拍摄怒潮的时候 认识了新女友沐萱 她还甜蜜地说 天天都是情年节 王大陆和蔡卓仪的恋情 曝光于2021年5月 当时两人被拍到在外滩亲吻 之后两人频繁约会 参加各种活动 于2022年年底正式官宣 不过2023年5月 两人传出分手 6月中旬 两人相互取官 并删除了恩爱照 王大陆很快就有了新官 2023年9月 王大陆和沐萱 一起去新加坡旅游 10月两人被台媒拍到约会 11月两人一起参加朋友聚会 十分甜蜜 还穿着情侣衬衫 戴着情侣手环 毫不避讳 这一次 王大陆更是正式关心了 和沐萱的恋情 给了她一个名分 据了解 沐萱和蔡卓仪有些相似 但有网友觉得 不如蔡卓仪漂亮 12月26日 王大陆与新女友 一起去滑雪 而蔡卓仪也晒出了滑雪罩 被怀疑是想念旧爱 蔡卓仪和王大陆分手后 生活回归平静 最后 也希望她能早里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吧